嗨,大家好 我是佳教練 我今天幫大家上的課是動態有氧 在過程中如果同學覺得非常的喘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即將開始先進入熱身的運動 老師的動態熱身會來到10秒 同學先把你的左手往上舉起來 右手往外延伸 左手放在你的右耳 幫我左手稍微出力 往左邊下壓 你的右手往外延伸的同時 記得把你的手拱起來 我們往前換 記得肩膀保持下壓 肩膀出力 再往後 好,慢慢的腿伸的時候鬆開 現在換你的右手在上 左手在你的左耳 往右邊壓下去 記得左手要拱起來 記得左手要拱起來 往前畫四圈 我們往後 一樣肩膀幫我下壓 好,吐氣的時候回正 雙手在上 往下 你的右手帶著你的左肩 左手壓著你的右肩 雙手一樣出力 往下 下巴往上抬起 我們去拉伸我們的下巴的肌群 記得動作不用快 慢慢的做 去感受一下身體 好,吐氣的時候 頭往前 雙手往上延伸 往後 後腦放 慢慢的合起來 記得保持挺胸 手壓下 好,記得保持挺胸喔 一樣幫我保持吐氣 吸氣 頭漸漸抬起的時候 雙手往上開 把你的右腳點一個 左腳點一個 來到肩寬1.5倍 雙手往前 慢慢的臀往後做 我們拉伸 我們腰部的地區 好,回蹲 來左邊 再來右邊 到這邊的時候 幫我回正 你的右腳在前 左腳站後 我們做 右手扣住 左手往前延伸 去拉開你的左側 左側腰 點一個 轉 記得下半身保持核心喔 我們做一個動態式的熱身 順勢 大腿處理 把你的後腳點起來 下 右腳拱起來 拉伸你的右大腿後面的肌群 記得臀推往後 縮下巴 縮下巴 雙手帶起來 拉伸你的右大腿後面的肌群 crash 肚致保持手緊的狀態 左腳為圍圓區 腳摸 捏 舌交 往前延伸,好像要拿東西的感覺 記得你的右側腹 往前腰部轉 眼睛在哪,手在哪 你的後腳收起來 踩地 左腳拱起來 記得做這動作的時候 也要面向於正前方 臀推往後 縮下吧 好,回正之後 這是我們簡單的動態熱身 好 把你的雙手舉起來給老師 吐氣的時候 屁股往後蹲 往上 好,這個動作沒問題吧 我們每個動作 記得 屁股先往後推 推 往下 有嗎 帶起你的 右手 往上出拳 往上出拳 好 沒問題之後 就跟老師做 大概10下就好了 這個動作 然後 屁股往後推 帮我转左边 后脚帮我有点垫起来 左手做一个伸起来的动作 刚好一个平行 我们做一个勾拳的动作 往后拉 有没有 慢动作分解 往上出拳 蹲下来 往侧边出拳 记得在侧边出拳的时候 侧腹腰这边 等肌群要出力 好没问题之后 我们就做 湿下 好 回正生活 我们还有第二边 加油 一樣 往下 出拳 每個拳都要出到地 雙腳與肩同寬一點點 把你的右腳提起來 我們 另一下 肚子 感覺到崩崩的狀態 右大腿 靠近自己的身體 放下來 我們連續做喔 雙手平行 我們練一下 我們大腿類似的踢群 還有我們的寬腰肌這邊 把它抬起來 記得重心放在你的左腳跟落地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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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到這邊的時候 提臀的動作 把臀部提起來 記得右臀腰出力 左腳跟 為重心的點 雙手往上帶 加油 這個有提升的效果 儘量往上延伸 肚子會有蹦蹦的感覺 然後下來了之後 別忘了還有另外一邊 盡量側一點 同學如果可以自我要求的話 往側面一點 大腿彈起來 向自己的身體的方向 好 好 你看 落地下來 鬆手的一些 先走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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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的臀部提起来 往上延伸 往后 有没有 稍微有点 带点有氧动作 跳起来之后 往下 有没有 这个动作 会有点小小的喘哦 加油 我找你的 疯狂 注意 继续 特别 员 不 算 都 上 辛苦了各位同學 一樣 腳幫我打開 臀推往後 往下 練成的動作 腳尖 記得身體保持平板 背勢保持平板 屁股往後 左腳墊起來 加油 撐下去 伸手往上 好 好 側邊下來 有沒有 腿部的動作抬起來 往另外一邊 肚子要出力哦 好 加油 我們即將進入動態式的收操哦 把你的雙腳落地雙手打開來 把你的右腳抬起來 包在你的小腿這邊 吸氣 吐氣 往上拉 放一個動態式的伸展 收操的動作 然後 接著在做的時候 往上 延伸 有側面的動作給同學看哦 拉上去 吸氣 往上拉 是動態式的收操哦 好 一樣的動作 不同的部位 把你的左手抓在你的腳背 右手放在你的膝蓋這邊 回彎 往上 往下 然後 往上 往下 然後 往上 往下 然後 往上 往下 5 4 頭的拉伸右腳勾起來 拉伸這邊的肌群 左手幫我抬高 蹲一個 往後延伸回來 左手左腳右手 蹲拉伸 右手 左手 右手 左手 最後一個動作 右腳往後延伸 吸氣 長側腰 盡量看你的左手 能否摸到你的後腳 吐氣回正 臀提起 2 1 下 左腳往後延伸 吸 好 相信各位同學坐到這邊的話 跟教練一樣 爆汗了吧 對不對 歡迎有任何的問題在下面留言 謝謝各位同學 今天應該是有幫助大家來燒紙包 大家好 做完15分鐘的動態有氧 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樣開始流汗了 對不對 差一點毛巾喝一點水 今天在上完動態有氧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放假的時候 或是你體力體能狀況非常的 是非常的好的時候 去做一個動態有氧 因為畢竟這個動態有氧 含有了攔紙的效果 我相信各位的看一下自己的手錶 有心跳率的話 基本上都應該來到120以上 大家加油